中秋連假人潮出遊 墾丁大街擠滿遊客 一眼望去都是人頭 騎今老街也湧現遊客 西家帶卷散步 小溜丘海邊人潮爆滿 等著浮潛看海龜 美食名店也大排長龍 不少人慕名而來 我們打了一百多通才打軍台 景點盛況卻傳出 中秋連假人潮變少 連假第二天墾丁住房率 剩五成人數不如預期 業者苦哈哈 沒有那 減這個人 海上都沒有水上摩托車在跑 中秋節連假跟雙四連假很近 所以有一些客人 他可能就是選擇 稍時先再來 還是有客人會和排隊 但人數比起以往 肉眼可見的減少 對比端午連假 加一砂鍋魚頭名店 排隊人潮多到要轉彎 中秋節人數少了一半 知名雞肉飯端午節排隊 塞滿門口 這回只剩零星遊客 明顯有落差 分散啦 因為有的烤肉嘛 還有的去出國玩 這個禮拜又有土地公升日 所以相對人潮出遊會比較少是 我是覺得是預期之內 連第一天桃園機場大廳 排滿等著搭機出國的旅客 一天運量破十萬人 中秋三天連假 遊客出國或選擇 下個月國慶連假再出遊 景點遊客比以往少 人潮分散落差大 國旅不再是第一選擇 恐怕業者又要傷腦筋 記者侯國文 劉士智 張春華 綜合報導 今天晚上 明天啊 請考慮 聖太太太 請 請